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赚那么多钱 为什么还要用这种资钱的方式来资钱我们这些人工 毕业他 还我工作权 劳动部 出来面对失业劳工 出来面对失业劳工 毕业他 毕业他 还我工作权 劳动部 出来面对失业劳工 出来面对失业劳工 目前这一次 我们现在目前掌握到的资料 他 这个 资钱的人数是133人 都是大西厂 对 目前是桃园厂的部分 桃园厂的133人 对 目前是 因为好像传说就结果150人 但是他有在做真材的动作 那这部分就是劳动部有的去做 现在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工作条件的一个变更 事实业务性质的一个变更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县市政府能够协助我们来做一个厘清 如果劳工朋友有这样子的疑虑 我们都希望这样子的事实能够在地方政府协助我们来厘清这样的事情 进而我们希望在5月8号的这个调解会上 能够有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果 我副作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想要问的是他到底没有违法的问题 如果你现在是走劳资争议调解 应该是说他们双方有一些争执跟错误 但他们解雇的事实应该会有官方接入调查 他的解雇是有没有违法 这应该是不需要协调的吧 不是 就是有关于这个 就是您提到这业务性质的变更 就是涉及到这一部分 就是事实认定的这一部分 我们也是请县市政府这边协助我们 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来介入这件事情 来做一个澄清 任何的疑虑 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果 这种效果说公司他这样发生的事情 那有没有违法 目前我们掌握到的资料 如果您提到的问题是有关于 这个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的部分的话 因为根据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第二条的规定 目前我们掌握到的资料是没有违法的 这个大量解雇大解法 所谓建成的大解法